今天原本是我是各大高校开学的日子 可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这次的开学被延期了 虽然延期开学 但却如期开课 上午我是各大高校的老师们 就纷纷在线上开始授课 今天的防疫情 我的城市日记 我们就来关注大学生新学期的第一课 你们听视频的这个PMG 这个PDF看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问题 那么我就不用播放状态了吧 现在能看到吗 我还没看到你们 可以看到了 眼前这位化身网络主播的 就是极美大学马克思学院的李静凌老师 今天是线上开课的第一天 李老师在确认完班级群里的每位同学 都能看到自己的实时直播后 开始了自己的课程直播 开课第一天 有610位极大老师 进行了线上直播授课 11,449名全国各地的学生 如期在线 开始了自己的新学期 谁把你的那个叫什么 音频给大家禁止掉 那么进入这个画面以后 等一下他后台会告诉我们 比如现在有67位的老师 现在所有的课程就已经显示在上面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下午时段 这个五六节课 正在上课的老师 上课前 老师会通过这个微信 把这上课的通知推送给学生 那么学生点了这个通知由他可以进入课堂 在这间教学监控中心 大屏幕上能够看到今天不同时段的不同课程内容 以及线上授课的实时情况 老师学生们在线上忙碌着 教学监控中心的老师们 则成为了在线教学的后援团 对接平台方不断优化技术 给学生老师们打造更优质的云上课堂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说 这一次的线上教学经过这一两天的 这种在线的测试 在线的运行以后 然后会慢慢的这个走路震悔 越来越顺利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这样的线上教学 这个这一学期 学生的这个学业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同样今天开始网上授课的 还有厦门大学的袁宗丽老师 从夜17年 头一次在线直播授课 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师 有点小紧张 因为它毕竟这个网上课堂 是不同于这个线下课堂的 那我就是很担心 在网络的过程当中 会发生一系列 我们难以预期的问题 所以说一开始上课 还是有点小忐忑的 所以我在给学生上课 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也在讲 我说其实今天 我也是一个学生 我是网络的一个新手 对网络来讲 我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整堂课上下来 学生和同事们的反馈都很不错 同学们不仅上课时很活跃 而且还有学生 在直播中给他送花点赞 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 同学们的肯定 也让他对接下来的教学 更有信心 因为现在是特殊的一个时期 所以说同学们 其实彼此之间还都挺挂念的 我能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赋予了 我们这一次网络课堂 不一样的这种温度和意义 更加坚信一点 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我们肯定做完 然后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切换一些屏幕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吗 竹竿子 是送在队伍里面的灵魂人物 那么还有 在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 我们第一次以线上直播的方式 与老师同学们见面 感觉到同学们在线上的发言都非常积极 老师也热情负责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经过这次的磨合 下一次的课堂一定会更加完美 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让我们早日回到学校来学习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今天老师同学们迎来了不一样的大学新学期 虽然校园里少了往日的喧闹和人气 但是在网络课堂上 却是一派热烈的学习景象 我看到为了能如期开课 学校 老师以及学生们都克服了种种困难 大家守望相助 一起等待春暖花开之时 校园再相见 2020年2月17号 记者 兰兰